我們歡迎劉慧欣 黃菲 老師這樣不知道我們怎麼能夠習慣 上課都不認真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歡迎我們黃恩德 歡迎明傑也就是我們花靈光 花少爺 我們子虹也就是中漫君 來我們歡迎劉慧的劉慧 然後配置 王大丹 教授老師一姐 嗨 大家好 嗨 我們所有的演員在這邊呢 先跟大家見面 嗨 大家好 我是黃菲老師 那在終極一班裡面呢 我是一個非常殺 非常帥氣的老師 你知道他代理精神就是 各個能力有非常厲害的學生 老師也必須有點能耐 對 十年前呢 在終極一班當老大 那雖然我不當老大好多年 但是就是 再重新穿上這個制服呢 那感覺就是 非常開心 然後又可以再次回到校園 然後可以創造出新的故事情節 然後 欸你們 終極系列有陪伴過你們嗎 有 有看過終極一班的人 你舉手 哇 哇 什麼時候 他們看的你的戲長大的 蛤 他們看的你的戲長大的 Oh My God 哈哈 看中極班時候是幾歲 小學 小學幾年級 哇 小學 七年 哇塞 好感傷 我都要拍這個 我忘了 不要哭 不要哭 你不可以的一次 我壓你的大 十年前的老大 還好 保養還不錯 那希望終極版二大家還是可以去支持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佩茨 然後這次很開心在 延續終極系列又擔任了 終極版二裡面的一個角色 而且還蠻重要的 我一開始得知要接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很害怕 因為大東 他 我在三國的時候跟他演兄妹 壓力沒有那麼大 比較害怕的是演兄弟 沒有 演兄弟 兄妹 但是會發展成怎麼樣的故事情節 對啊 你會蠻害怕的 我不想跟妹妹談戀愛 我也不想跟妹妹談戀愛 沒有 就是很開心 拍這部戲的時候學到很多 也知道老大不好當 因為在學校裡面 我覺得要處理非常多的事情 感情啊 友情啊 親情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 當然延續終極系列裡面有趣的元素 然後一些意氣的東西 然後開起來很過癮 很好玩 所以你是住海邊對不對 可以幫忙當 很好他就行 我叫明傑 然後我在終極一般二次演的是 大家看到這個金髮的這個男孩 對金髮男孩 對 對 然後他是一個貴公子歌人 就是很有錢的公子歌人 然後在學校非常受歡迎 然後我們大眾會有一些 就是激烈的那個對手戲這樣子 對 然後 還想要龍好 想要龍好 對付我 然後就被我笑說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只對手戲 還有感情戲 你們兩個 哈哈哈 你說 兄弟的情誼 我想到哪裡 每支部戲 感情很複雜 對 感情 感情非常複雜 大家好我是子虹 我們在戲裡面演的是中萬軍 那 這位 這位中萬軍 想必大家 班上高中的時候 不管高中 還是國中 還是國小 都會有 總會有男生就在那時候 從旁邊睡覺 每天上都在睡覺 對 他就是這樣的角色 那在他心目中 他人生最重要的人 就是 他在戲裡面 大家有看過不然高手 有嗎 他就像流傳風那個角色 對 但是他的造型是赤骨感情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懂 大家好 我叫人的 然後 我在戲裡面演的是 為什麼你的口像怪怪的 口像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蛤 那個哪裡人 外星人啊 我是一個 我是韓國的華小 所以中文不太好 所以 屁股 是